每年的4月下旬开始就是童话盛开的季节 而其中位在外埔区的水流东童话步道 也在这一天是举办了童话祭系列活动 除了有假日的农夫市集与表演节目外 全长1.8公里的童话步道更是一大亮点 让民众可以一边进行 也能够一边欣赏到白色油童话的美丽景致相当惬意 而主办单位表示 预估整体的花旗可以维持到6月初 众人按下汽笛宣告台中童话祭在外埔区的水流东童话步道正式开跑 除了要推广客家文化外 全长1.8公里的童话步道更是一大亮点 民众可以一边践行 还能一边欣赏白色油童话的美丽景致相当惬意 水流东童话祭这里呢 现在是四月雪的季节 那各位可以看到今天这个我们的童话已经盛开了 而外埔区的水流东童话步道是台中知名的赏花景点 白色油童话布满绿色枝头随风摇曳相当漂亮 伴随花朵飘下仿佛下雪般的美景也吸引不少民众特地造访 哇 好漂亮喔 你看整地都是一片花地上掉下来的 上面的花它这么漂亮 因为有看到五月雪飘飘飘飘的落地 很漂亮 这样比较可以疏散一些那个郁闷的心情 因为你待在家里就是待在家里嘛 要出来走一走看看花 然后那个我们不要跟人群触碰就好了 地方表示目前油童话大约开一到两成左右 预估整体花期将可维持到六月初 也因为油童话与当地的客家文化紧密相连 因此主办单位也希望通过活动推广 将在地的博公信仰与公婆树等景点串联在一起 让更多人认识外谱之美 记者陈伯瀚台中采访报导